但您前进乌俄战场 乌克兰使用无人机锁定俄罗斯领土内的一座炼油厂进行轰炸 对外宣称成功打击俄国境内补给线 同时美国政府宣告解除长达10年对乌克兰亚速营的武器使用限制令 让这支部队可以在战场上用美制的武器为乌克兰奋战 为在乌克兰东北部的第二大臣哈尔科夫 成为近期无二交战炮火最猛烈的前线 而对乌克兰来说好消息是终于得到华府允许 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袭击了俄罗斯境内的飞弹发射阵地 无军更派出无人机部队深入俄罗斯境内近1200公里处 袭击当地一座炼油厂 虽然俄方表示造成的伤害不大 且拦截了多架无人机 但据称摧毁了俄罗斯的境内补给线 而自家受到的攻击一定程度减少了 俄军对哈尔科夫的袭击次数 市长说这为了当地带来了相对的平静 而在近期美国总统拜登更传出要解除乌克兰的亚述营 使用美国武器的限制 亚述营是一支由乌克兰极右翼与极端民族主义人士创办的自愿民兵 在2015年纳入乌克兰国民警卫队中 过去被美国认为有侵犯人权的争议 而随着这项实施了大约十年的禁令解除 亚述营部队的士兵们也终于能使用西方援助的武器投入战场 欢迎新闻陈彦华综合报导 法国国会六月底即将改选 法国总统马克宏积极寻求跟靠近中间路线的左右政党 组成民主联盟 为的是要联手对抗以雷鹏为首的极右翼国民联盟 欧洲议会选举告一段落 极右翼势力崛起 造成法国政坛不小震动 法国总统马克宏宣布解散国会提前选举之后 现在正积极拉拢靠近中间路线的左右阵营 希望能在即将到来的立法选举中 组成民主联盟 对抗极右翼国民联盟的马林雷鹏 马克宏还表示 就算在立法选举中 他所领导的阵营没有取得多数优势 他也不可能会下台 他这次赌上如此大的政治风险 或许是希望能让国会席次的比例重新洗牌 不过以马克宏近半年来高达65%的施政不满意度 这局想要翻盘 意外在形容真的是一场豪赌 不只是马克宏打着结盟的算盘 法国保守派共和党领袖西奥蒂在11日的电视访问中 也语出惊人表示 共和党需要组成联盟 并且毫不保留指出希望与其优异的国民联盟结盟 挑战成为国会的多数阵营 但是他的说法的立场等于是打破长期以来的禁忌 在共和党内引发强烈反弹 因为过去从来没有主流政党的领导人 讨论与国民联盟组成政治联盟的可能性 为的就是防止极右派势力掌握权力核心 不过他的想法无法实现了 共和党秘书长日涅娃在12日证实 西奥蒂被踢出共和党 如今突如其来的国会提前选举 不只危机到马克宏自己的政治前途 也间接引发法国国内的政党内斗 法国政坛接下来几个星期 还能看到不少风起云用 欢迎新闻张安君 郑贺导 再来看到国际间最新的消息传来 伊拉克北部古城艾比尔发生了炼油厂大火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这场大火 在暗夜里燃烧景象相当的惊人 目前已知有至少10名炼油厂的工作人员受伤 初步调查显示起火点是炼油厂区的沥清储存槽 至于起火的原因还在调查 不过艾比尔这里是库德族人 聚居的大城市 同时也是当地产油区的炼油重镇 稍后如果有最新消息也会随时为您插播报导 再来关心北半球各地热浪来袭 尤其中国北方最近高温不断 日前11号更出现了设施43度的高温 这是突破当地6月气温最高温的记录 而炎热的天气也使得地方政府现在不得不出动 雾炮车洒水车等等来进行人工降温 自从8日起中国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出现酷热高温 部分地区温度更飙升到摄氏40度以上 气温突破6月最高温记录 人人的气候和连日高温使得不少人中暑 有网友表示北京天潭医院爆满 甚至有人死亡 中国不得不增加雾炮车和洒水车的出动频率进行降温 高温天气下我们以机械代替人工增加了雾炮车 洒水车的作业频次 热浪也同样席准位于中国西北部的新疆地区 据当地气象部门指出 该地区的高温将持续一周左右 气温最高可达40度 新疆气象站预报员表示 北疆6月11日到14日 还有南疆6月16日起 将进入今年最长相对强烈的高温期 当地警方也警告 高温下是注意车辆安全 在驾车出行之前 一定要对所驾驶的机动车的电路和油路 以及龙胎进行相应的检查 同时在车内切勿放置易燃易爆物品 防止由于高温天气发生火灾 不过随着中国部分地区迎来创纪录的高温 却仍有许多游客冒着酷暑 涌入中国新疆风景秀丽的火焰山 体验用沙堆烤鸡蛋 当地坐12公尺高的巨型温度计更显示 地表温度近高达摄氏75度 中国气温创下历史新高 亚洲各国都在努力应对极端热浪带来的威胁 而被誉为穆斯林一生必去一次的圣城囚禁 将在十四后与沙乌地阿拉伯的卖家展开了 受到加萨战争的影响 沙国政府就担心了各国的穆斯林 会因为以色列对加萨的军事行动进行抗议 甚至引发冲突 为此沙国的政府就派出了维安部队 并且强调活动当中不允许任何的政治活动 到圣城麦加朝景 是穆斯林族群最大的宗教聚会之一 将于此时日正式展开 尽管在加萨战争的阴影之下 今年仍将有逾百万穆斯林前去 位于沙乌地阿拉伯的圣城麦加朝景 中东政治专家表示 由于以色列在加萨 对伊斯兰教主义团体哈马斯 发起严厉军事行动 引起穆斯林世界的众怒 而这次朝景将吸引来自中东各国的穆斯林 官方担忧前来朝圣的个人或团体 或许会发动抗议 目前已经有许多抵达麦加的穆斯林 正在为加萨停战的祈祷 因此这次对沙国统治者来说 会是一场很大的考验 为此沙乌地阿拉伯也派出维安部队 到圣城麦加进行情境演练 并强调对任何政治活动采取零容忍态度 深怕这个穆斯林一生必去一次的朝景任务 演变成大型冲突 欢迎新闻 陈彦华综合报导 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一纯引爆的监控 疑云持续延烧 国民党立委徐曹星就爆料了 是中华电信子公司四方电讯 提供资料给民进党 虽然说四方电讯否认 总统府也发声明表示是恶意抹黑 不过民进党秘书长林又昌 却没有否认有这场内部会议 国民党立委就开炮了 民进党是把相关派系要脚安插到了 中华电信子公司 借此来取得参加活动的民众资料 王一纯资料到底从哪来 国民党立委徐曹星爆料 是中华电信子公司四方电讯提供 四方澄清业务没有涉及行动通讯服务 辅方也发声 这是胡乱拼凑的资讯恶意抹黑 但5月27号到底有没有绿营高层会议 来报告四方的资料 林又长者回应 恐怕让人有更多质疑空间 民进党我们每天有很多很多的回忆 但绝对不是像徐委员他所说的这样子 在监控民进党中央党部吗 面对记者提问 不断跳针回答 不愿正面回应 甚至反咬徐晓星监控民进党中央 过去中华电信就澄清 严格遵守相关法规 如今却是子公司被报提供资料 不免让人质疑 刻意钻漏洞 这些民进党的人士把这些 他们相关的派系的要角 安插到中华电信之后 会不会呢 就是究竟的去得到一些资料 任何人 只要是合法合理的 跟他搜 跟他那个买 就是所有的资讯 数据资讯 任何人都可以 他讲没有办卖 你就相信吗 免费提供 或者用另外交换条件 是否有监控人民说 相关单位都还要调查 就怕未来民众参加任何集会游行活动 都要担心自己的行踪 是不是已经被监控 欢迎宣传 未来关心台湾平均薪资再创新高了 主计总处公布了4月的平均薪资 全台受雇员工每个人每个月 平均薪资为46321元 月增0.54% 年增2.77% 薪资3年来终于从负转正了 但是前一天12号知名的小笼包餐厅 才刚刚喊涨 一份蛋炒饭是涨到了300块钱 也让不少民众直呼 心资所得根本是追不上物价痛碰速度 经典18折薄嫩面皮当中 含有肉汁饱满的猪肉腻腺 让人看了都拔斗腰 但现在香吃得多掏钱 知名小笼包连锁餐厅6月12号宣布涨价 小笼包一笼食磕从250元涨到280元 小菜从100元涨到120元 另外红油炒手也从一字头180元涨到200元 远中鸡汤更是从230元涨到250元 而一盘蛋炒饭也从270元变成300元 30元应该是还可以接受的范围 我觉得不合理 成本应该不用那么贵 物价持续上涨 民众更期待薪水也跟着仗 根据主机总处最新统计 4月全台受雇员工平均薪资为新台币 46321元 对比过去月增0.54% 年增2.77% 更是近三年来首度有负转正 代表薪资幅度追上物价 但是民众有感吗 民众普遍无感露出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统计显示全台68%的受雇员工 在平均薪资不到5万元的职场中工作 薪资调涨幅度追呀追 但对于大多数的民众来说 还是赶不上涨价的幅度 换新闻送继续系爱纯台北采访报道 来关心蔡英文跟赖清德 两个人的心结又被挑起来了吗 民进党团总招柯建民 趁着短午廉价拜访前总统蔡英文 事后在脸书上po文晒出合照 不过内文原本是由蔡建总统的三点叮咛 但是柯毕日明隔天 把这三点叮咛通通删除 引发外界下想 面露笑容就在圆桌前 民进党团总招柯建民 趁着短午节空档拜访 前总统蔡英文 脸书上po出合照 不过内容却有玄机 原本6月10号晚间原始版本 有蔡前总统的三点提示叮咛 隔一天下午全部删光光 外界怀疑难道是意外卷入 应得之争吗 戏刊被删除的三点提示内容 分别是不要分派系支持赖清德 以及与行政院长卓荣泰并肩作战 还要强化公民团体社会 年轻人合作与对话 资深媒体人黄阳明表示 可能是赖清德问柯建民 蔡英文真的有这样讲吗 但柯建民兴许了 四家人不分派系 站出来缓甲 展现团结 不过在外人眼中 感觉就是有猫腻 是365度的转变 那当然其中一定有天音嘛 外人看起来是 当然有一点好笑 白讲民进党的本来就改来改去 不过柯建民过去总给人 超越派系总统的好朋友的形象 如今脸书发文 姗姗又改改 触碰蔡来心结 引发外界想象 欢迎新闻周成辉 台北采访报道 台南一间私人玄坛 欲止五玄坛 日前上字上演观光曲圣母的闹剧 引发了各界踏拔 沉寂了好多天 在昨天晚间 透过律师所发声明 不过这件事情还没平息 因为五玄坛又被民众爆料 违建还有收费不合理等问题 现在市府也要介入调查 它原本应该是只有两层楼 然后它这个加盖到三楼 而且还盖到后边那边去 对啊 这真的是有点太夸张了 遭到投诉的就是因为日前 善机与路尔门天后宫和婚 遭到沿上的五玄坛 从外面中不能看出 五玄坛硬是比两旁住宅 多出一层铁皮加盖 那其实不是属于违章 那有关违章部分呢 不只有加盖问题 西看墙上的价目表 虽然到庙里问世随喜 收金也只要两百元 但是往后看与往生者沟通 一次竟要价两万元 甚至庙里还提供了宠物沟通的服务 让民众直呼不太合理 宠物沟通啊 往生者沟通 我觉得有点像是利用人性的目标 我感觉是就像是什么 习惯的民众都可以收费 那个违法收费的部分 税务局他看他有没有 他有去缴税 到底没缴税啊 那个这部分就接着到逃罗税 所有税务团会去处理 我们的尽量去给他复得啦 至于因为关公区圣母的争议 五玄坛12号发出声明 将提高恶意谩骂的民众 社委托的律所也出面说明 事务所是不需要去做营业登记 所以说会有很多统民的 这个常用 我是建议他能够 息事您的那是比较好 我们只是法律顾问 他还没有正式说决定 要不要去提高 从擅自合婚到违健 再到收费争议 短短一个礼拜 风波不断 台南五玄坛的形象 恐怕已在信徒心中大打折扣 欢迎新闻成为 林伟坎张夏宇 刘备遥综合报道 台南消防局的南西分队 花了5000万元的预算的 这个新建工程 盖到一半的时候才发现 有19根柱子 竟然16根都盖歪了 现在只好打掉重盖 而消防局表示 厂商跟建造单位的 责任归属 也已经交由司法机关 来做调查 基地上的工程支柱 只有三根柱子处立而起 剩下十多根柱子都被打掉 只剩下地基上 低矮的短柱支撑 因为不久前 这里还没有建造完成的 19根柱子中 就有16根柱子歪掉 如果他们在施工的时候 你都有来看嘛 有歪没有歪 你刚同年你就马上知道了 救助地的空间没有那么大 所以会造成 同年一些生活上 或者是起居上 比较不便 那目前消防局 已经积极进行 新柱地的建造 台南南西消防分队 30年前盖的旧厅设 空间狭小不复使用 消防车也都无处停放 2022年 消防局5000万元预算 开工建造 新厅社 却发现 工地的支柱 大部分都偏移歪斜 只好打掉重盖 未来在营造工程的招标上面 可能要更注意 这些营造业者 他们的能力 跟他们本身体质是否良好 我们已经在追究建筑师的建造责任 包商已经跟他解约 那前案由司法机关在做调查 消防局表示 施工厂商与建造单位责任归属 已经进入审查 只是这项新建工程 两年前就开工了 到现在才被爆出重大疏失 消防局得更积极处理问题 欢迎新闻 陈炎卫 杨阁 王悠阳 台南报导 国会改革复议案表决 终于拍板定案 立法院长韩国瑜 召集朝野协商之后 确定在6月21日 来进行复议案表决 不过协商过程中 朝野是充满了火药味 民进党立委 庄瑞熊是多次杠上了院长韩国瑜 甚至还让韩国瑜难得的拍桌动怒 痛批庄瑞熊是鸡蛋里挑钢机 民众党的总招黄国昌 也多次怒呛柯建民 负一案朝野协商 立法院长韩国瑜真的好无奈 因为还没决定好表决日期 朝野就先为发言顺序 吵得不可开交 民进党立委庄瑞熊这番话 让韩国瑜气到插起手来 但这只是刚开始 一旁的秘书长周婉来起出 还试着拍一拍韩国瑜 要他冷静冷静 但可能会议室的冷气不够强 韩国瑜的怒火又被增添不少 依据天地良心 让韩国瑜气到离席 就连协商结束都看得出来 怒气未消 只是民进党立委们 技术性拖延 杠上的不止韩国瑜 就连蓝白总招也没放过 潮野炮身融融下 协商近两个小时 总算有结果 6月19号 6月20号召开 全院委员会 邀请新政院长卓榮泰 列席说明 6月21号 几名投票表决 国会改革 潮野持续对立 欢迎新闻 吴正恩科主营台北 采访报道 大学分发正式公告 今年11校医学系 有118个缺额 连台大医科公费生 都破天荒 有三个缺额 专家分析 如果学生和家长 以未来赚钱为取向 可能就会寻找 和AI相关的理科就读 而台大也宣布 115学年起 医学系申请 不采集英文改为社会 就是考量多年来 学生在高中阶段的 英语能力都很不错 不需要担心 大学生漫步校园 到了奋发放榜日 极家欢乐 极家愁 但今年招生却很大 少子化危机 全台大学 11671个缺额 创下七年来次高 除此之外 也出现产业挪移 以台大来看 总缺额数178人 公管系12人 占最多 化工系 社工系 11人 紧追在后 反观 电机 电子 生物机电 资管 还有图资 通通挂邻 就是想搭上 这般AI列车 工作取向 理工科系的话 可能会偏向 半导体吧 AI的 对 产业转型的一个 风潮情况 带动下 会让有些这种 高中生在 选读科系的时候 可能会 原本可以上这个 所谓 医科的变成 去转念这种 电机 或者是资工 相关的一个科系 选学系 攸关前途 但以往 热门的医学系 也出现 招不满种境 全台11校 医学系 缺额118人 被医占最多 39人 但不止私校 就连台大工费生 也破天荒 缺3人 跟现在 那个就业的趋势 很有关系 因为医生 并不是一个 非常大家向往的职业 或是他们的 受到的待遇 然后职场的 环境不是很好 所以好像不是说 非常意外 现在的人 比较不想被公费绑住 所以他们可能 比较偏向去自费的 健保制度 那事实上是 对于医师的收入 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公费这边 因为其实现在是 个人化主义 是比较高的 那很多人都不愿意 说自己毕业之后 那可能有被绑住 医疗纠纷 加上少子化 让原本的准医学生 旺之却步 也让热门科系 出现变化 欢迎新闻 吴隆宇 黄萱萱 台北采访报道 最近弹价值直落 超市通路 也开第一枪了 各大连锁超市 宣布调降弹价 最便宜 每盒降8元 但商也说 夏季来临 预计鸡蛋价格 还会再降一波 而虽然 弹价不断下跌 四大超商说 目前没有调降 茶叶蛋等产品的计划 未来会推出 鸡蛋优惠活动 国内鸡蛋价格 近两个月来 五度降价 刷新两年来 最新低价 产地价来到 一斤27.5元 而批发价也突破 40元关卡 来到一斤37元 应该还会再降 一般就是到了暑假 蛋还会再降 要写生放假 学校不用蛋 蛋会更多出来 现在蛋就很多了 一下上鸡蛋堆成山 随着时序紧入夏季 鸡蛋也进入消费蛋季 农业部出面呼吁 消费端要有所回应 爱吃蛋的朋友 看过来各大超市 开出第一枪鸡蛋游会 像这样中杯拿铁 搭配一个茶叶蛋 竟然只要30元 除此之外 美联社指定食入 盒装蛋54元 便51元 每盒降3元 另外爱买食入 常温洗犬蛋 则是从51元 降到49元 加勒服常温洗犬蛋 调整后价格 介于47元到55元之间 较上个月 调降了5到8元 全联盒装蛋 50元便47元 全都逼近批发蛋价 不过被受关注的 超商茶叶蛋 目前除了7-11 长期维持每颗10元 其他三大超商 都是13元 但都表示会不定期 推出鸡蛋的 相关优惠活动 当然会喜欢 他们降价 在台北市 有很多选择 贵的地方 我会选择不去 我觉得要降下在河里 可是他们已经 都涨上去了 好像超商 涨上去的东西 就不会再降下来 炎炎夏日 担架直直落 民众还是希望能享受到 淡淡的小确幸 欢迎新闻 桑君 谢爱纯 台北采访报道 来看到中国艺人 胡歌访台 其实上海市台办主任 钟小敏 也被发行 一起来台 甚至还和胡歌 参加同个青年对话活动 难道是两岸 有望破冰吗 但是网红 波特网友爆料 最近有好几组网红 会到中国拍片宣传 中国的好 就是统战的一部分 中国艺人胡歌 19个小时快闪访台 现身在机场 这回不是熟悉的 保总造型 没有输油头 而是选择把刘海放下来 戴起眼镜 看起来更简离 不过这一次 一起来台的 还有上海台办主任 钟小敏 一起和胡歌 参加对话青年活动 为两岸影视文化交流 跨出一大步 也象征两岸 破冰有望吗 通过一个大家 共同欣赏 共同分享的一个 饮食文化 促进双方的一个 善意的累积 但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 始终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 但另一方面 YouTube波特网 在社群软体爆料 接下来会有10组台湾网红 受邀到中国旅游拍片 免费招待机家酒 更指出这个是中国波预算 要对台湾文化统战 让外界好奇 这10组网红是谁 个人二访中国 我又更喜欢了 网红周明轩 近来到中国北京 上海深圳等地旅游拍片 就被猜测是其中之一 另外网红雷拉也发文问 最近即将飞往上海 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 鱼竿也发影片分享 自己在成都吃美食 网红不约儿童都到中国旅游 中国一方面对台式出善意 一方面打文化统战 大碗两面手法 大陆方面采取的这种威吓 这种军事行动是无效的 都反映了大陆的一个内部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他们对于两岸亲爱的情势 是非常的担忧 虎哥侠带高人气访台 但也传出中国计划搞统战 两岸关系依旧是解不开的结 欢迎新闻 今天凯旦全台台北报道 现在毛小孩的商机越来越大了 很多四组为了要跟宠物更贴近一点 还会寻求宠物沟通师的帮忙 不过农业部长陈俊继 他公开说 宠物沟通师的沟通行为 没有科学证据 不认同这样的职业 而目前宠物沟通师 也没有官方合发的证种 宠物沟通师专注看着狗狗 不到几秒钟就描绘出毛孩子 平时的生活心境 就或者是根本不用近距离接触 单纯看着宠物的照片 就能说出他对主人的想法 在毛小孩越来越多的时代 宠物沟通师也逐渐引起社会关注 然而农业部长陈俊继 却在这个职业抱持职一 后续也将提出相关的管理办法 他并没有真正的所谓的科学的一个证据 不会去认同有这样的一个沟通师 是有机会去沟通的 但是需要科学家去做验证这样 实际跟宠物互动 然后如果说可以 这样我可以理解这一半 然后如果透过照片无法自信 没状态度半信半疑 那到底要成为宠物沟通师 需要什么条件 从上课的时候 我就先开始做很多功课 上完课之后 然后老师们合法认可的证照 在接客人之前 自己要检查自己的状态 是否是稳定的 真的想要帮助客人呢 还是只是想要赚钱而已 不过因为目前 宠物沟通师的证照 并非官方认证 要进行宠物沟通 并没有公斤的价格 现金计价方式 则落在一小时五百到两千元 一个官方认可的证照 其实才就会让 比较多四组 在预约的时候能够更放心 与宠物沟通的能力难以解释 只能说四组们爱宠物心切 总是舍得砸大钱 让自己和毛小孩更贴近一点 可以新闻张响雨 都比较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 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转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 我们下转握全球时事